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应该怎么讲啊 有的人叫什么呢 开关 有开关的 人跟人相处就是一个气场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的 你看我们三天两头过节的 我们马上要开始过重阳节的 对老人要尊重 要尊重老人家 对不对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有的时候 你对人家好一点 你不会吃亏的 很多人就是一辈子不懂得帮助别人 去对人家好 所以他一辈子吃亏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不对他好 他总觉得为什么我对人家这么好 人家对我不好 实际上就是因为你没有真的对人家好 你没有全心全意的对人家好 那人家怎么会全心全意对你好呢 对不对啊 你要真的对人家好的 我相信这里没人去过秘鲁吧 没去过吧 肯定没去过 一辆长途大巴 哇开了一百米深的悬崖 哇哟蹦掉下去 十七个人死亡 三十个人受伤 你看看看 可怜不了 对不对啊 然后巴布亚新几内亚 哦不是 对不起 印尼的叫巴布亚省 印尼有个巴布亚省 不是我们澳洲上面的 五点五级地震 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讲给你们听了 天灾人祸 它一直很多的 十月二号 中国的贵州的同仁市 发生了四点九级地震 当地的政府安置了 当今两万两千九百余人 就是安置群众紧急 让他们转移 目前没有受伤 那么一个人是不是要学点文化 要学点水平 你们知道飞机飞在高空的时候 你们知道温度是不是很高的吧 你们这里有人不知道的吧 你看看有一个人啊 有一个男子啊 他偷偷爬上一架 从几内亚飞往法国的飞机的起落架 他居然就拉住起落架飞机上去了 他以为可以靠飞机偷渡 你说他脑子坏不坏 结果你知道吗 他就藏在飞机的起落架 等到下来的时候 人还在 冰啊 就是人跟起落架 完全紧紧地拉在一起 尸体了 因为上面冻死的了 你们开飞机的时候 你们上面为什么不能开窗户啊 这是零下四十度三十度的温度啊 你开玩笑了 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就没文化了 你知道至少要知道飞机 在飞到多少米多少米上面 多少温度 你这个都要懂的吧 对不对啊 你看看那个欧洲的芬兰 一个学院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 一死时伤啊 你看看 还有有一个浙江的四名小伙子 脑子和肺全部被虫住了 你知道他吃了什么东西被虫住的吗 螃蟹 因为很多人生的螃蟹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道吗 因为螃蟹了 他吃下去之后 有些螃蟹里面已经长虫子了 你看看看 四个小伙子 脑子都被吃空了 你看看看 厉害不厉害 再讲一个给大家听听 在日本动物园 最近有一条鳄鱼 逝世了 那么你们听听鳄鱼逝世吗 就是逝世了 还开周导会啊 什么事情发生了 在这条鳄鱼的肚子里啊 发现了 在他的胃里面 发现了有三百三十枚硬币 总计金额为三千六百五十日元 就是人家丢那个硬币上去 明白了吗 就是说 哎呀丢给他动物 结果他的胃吃坏掉了 你想想看 这么这么多 三百三十枚很重的了 三百三十个扣印啊 你说都重啊 这你看看现在的人呢 真的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想到 我们做什么事情 你善恶种子的成熟 都是你播种的人 你今天跟老婆吵架了 一定是你过去对老婆不好 你今天跟老公吵架 一定你对老公不够真心 就这么简单 你不要去怪别人 所以恶缘一定是你作恶了 善缘一定是你行善了 我告诉你 人家对你好 你一定有道理的 一定是你对人家好过的 你哪怕一个笑脸 我那天告诉大家 笑脸都叫布施啊 你们现在很多人笑不出来啊 我告诉你有本事呢 笑呢 而且笑了要时间长一点 有时候看你们有些孩子 长得蛮好看的 跟台长 嘿嘿 你稍微再留长一点 人家就觉得你很真实的 稍微长一点呢 嘿嘿嘿 要慢慢地散掉 听得懂吗 现在很多人就嘿嘿 很讨厌 真的 我告诉你买东西也好 你坐车也好 很多时候就是你一个笑脸 人家就对你OK 就给你放行了 你对人家不客气 人家就对你不客气 你说现在人报应快不快 对不对 所以恶的种子啊 你如果种下去了 你不再去激活它 你今天做了一件不好事 你比方说你骂过老婆一家家里的人 你要知道女人最恨 人家骂他家里的人了 你怎么样骂他都没关系的 你不能骂他家里人了 你骂他娘家人 你知道女人特别爱自己的娘家人了 你一骂他之后 他记在心里了 你从此不骂了 好 这个恶种子埋在下面 他不会发芽的 你过一年又骂了 再过一年又骂了 他跟你啪一下子爆发了 恶种子就出来了 所以你们要懂的 所以人家说夫妻两个人要好到底 有很多窍门的 第一不能骂女人的 这个这个娘家们的人 第二不能提两个人过去的 做错的事情 你可以讲你现在你做的菜这么烂 你有意的对我怎么怎么不好 都没关系 你说你过去哪 你曾经到那个男的呢 人家把你甩了呢 怎么怎么 我告诉你 听懂了吗 不要去讲啊 我教你们都是做人啊 有这东西可以讲 有这东西不能讲的 明白了吗 不能去讲的 所以希望大家 而且呢还不能讲他的缺点 他身上的缺点毛病 所以有的时候 种子不动 就是冬眠 很多恶的种子 因为你过去做过 但是你从此又不做了 冬眠了 他就不会再犯出来讲你的 你一碰了 他又来了 所以有缘分的种子 那么善缘 等到缘分到来了 就会成熟了 不管善缘 恶缘 他都会有个成熟期的 所以你去看 就算离婚 也是因为长期的吵架 就算两个人好得不得了 也是长期的要好 很多人在单位里 讲老实话 这两个人 本来根本没谈恋爱的 就是每一天 你好 哈喽 就这么叫 时间长了 慢慢慢慢的 感情来了 缘分成熟了呀 所以 这个善缘 恶缘 都有个加速的问题 加速就是看你自己 去做了多少 那你今天天天磕头 天天磕头 磕了时间长了 你就善缘成熟了 你天天去对人家不好 你早有一天被人家揍了 被人骂了 所以只要种子在 你的因果就在 所以台上告诉你们 种子在 因果就在 大家听懂吗 你今天对人家好过了 这个种子种下去了 终有一天 它会对你好 你对它不好了 终有一天 它要爆发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 所以很多事情 你想想看 意大利一个巴逊的老人 一个很好的肾 被人家误切了 你知道你们很多人 都动过手术的 那个医生进去 一关一关 在澳大利亚一关一关 第一关进去的时候 是不是这边啊 你要指给他看的 Yes啊 很多我们华人不懂英文啊 他指你 因为他帮你要做手术嘛 是这边吗 Yes 再推到房间里 是这边吗 Yes 再问他 不是这边吗 No 你给他一搞混了 他把你切坏掉了 左边右边 经常有这种物种的 所以我告诉你 你们真的要当心的 有一个老人家就是的 做那个Honey 就是人家做三七啊 就是你里边 你里边这里要切 那里要切 你左边右边 你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我是左边啊 你不要切右边啊 你不能讲得太过分 讲过分他把你全切了 所以一个意大利的老人 八旬的老人 五五切一个好胜 结果呢 医院里再赔他钱 你想想看 你已经切了 你这个身体 已经肯定糟糕了嘛 赔点钱也补不过来啊 对不对啊 你看看看 在摩尔本 我不知道为什么摩尔本 这么治安好像很乱一样 这个摩尔本 一名32岁的孕妇 一名男子在袭击 一名32岁的孕妇 导致这个女子 从汽车上跌落到路边 后来女子在 泼妇产下 婴儿生下来 当天晚上婴儿就死掉了 所以你说说看 任何一个人 你说你不念经 你跑到马路上 你可能就碰到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啊 所以有些时候 师父跟你们讲 你们要记住了 因果在的时候 就是靠你们种子 不断地加水分啊 养料啊 否则种子不会成长的 你善的种子 比方说你今天 跟他种了个善缘了 你不停地对他好 对他好 就是不停地给他水分啊 养分啊 但是有些人呢 就是恶的种子来了 还不停地骂 还不停地搞他 你恶果灾难 很快就成熟 就有报应了 所以一个人坏到底了 人家说坏透了 那这个人就倒霉开始了 所以善恶种子都是这样 如果你不去碰他 不会加速他的成长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一个道理 这个人你知道跟他不好了 你就不要再去 促进这个事情了 这个人你知道跟他好了 你愿意跟他更好 你就多促进他 这就是我们讲的 因缘成熟 果报还自受 所以每个人都有果报的 对不对啊 你天天去伤害你的身体好了 你头发很快就白了 你天天去抽烟好了 你的肺很快就坏掉 你天天喝酒 你的肝就坏掉了 这很正常的 现在的父母亲也不正常 所以很多孩子也不正常 你看加拿大父亲极形的爱 他说不想让女儿痛苦成长 我送他去天堂 你看看这种父亲啊 你讲讲看 加拿大的父亲 拥有着对两个女儿极形的爱 他措手杀害妻子之后 又前后掐死了两个女儿 因为他不想孩子们生活在 爸爸杀死妈妈的可怕世界当中 你看看看 他把妈妈杀死的时候 两个孩子看见了 他说我不想让两个孩子以后永远 回忆到这一幕 他们会很难受 你看看他在把两个孩子杀死 这简直是磨啊 不是走火路磨了 他如果天天念姐姐 就会这样吧 天天念心经会这样吧 天天磕头 他手下的下去吧 所以我跟你们讲啊 一个人怎么能不学好啊 对不对啊 所以慢慢慢慢的 所以记忆是意识的残瘾 记忆是什么 你记好的 你就是一辈子很开心 你脑子里记的都是不好的 那你残瘾就来了 你们想想看 你们现在过去 你们做错很多事情 你们如果脑子里天天还想着 你们过去 曾经被人家伤害 你说你天天活得好吗 你们礼拜六来了多开心啊 对不对啦 跟团长在一起 把过去都忘记多好啊 我讲就心里话 你们说你们有过去的残瘾 我也有啊 对不对啊 我小时候想吃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没有如愿 你也可以记的呀 你在人间什么事情都可以记 不要去记呀 过了就过了 所以记忆是意识的残瘾 不要造成自己生活当中的包袱 你们记住 这个人笑不出来 这女孩子长得很好看 笑不出来 你们不要讲 我教你们看相好了 你以后跟一个女孩子 长得很漂亮的 你看她笑不出来 这个人一定感情出问题 你说一个漂漂亮的女孩子 很阳光的 她笑不出来吗 对不对啦 那很多人长得很难看的 还笑得这么 对不对啊 人生就是这样了 所以不要造成自己心中的那种障碍 人生就是障碍 所以过去中华传统文化上 君子改过 小人是非 就是说你是个君子人 你碰到事情就改过了就好了吗 改了就好了吗 有什么好多讲啊 对方也不会多讲你的 小人是非 是是掩饰的事 一个是小人不停地找理由 哎呀不是啊 我不当心啊 不是这个原因啊 我原来不是这么想的 你整天的在解释 你改过中物就可以了吗 你改变了你就开悟了吗 是非中迷啊 你整天的讲道理 你不是就是不想承认你的错误吗 那你是非中迷到最后你是迷雾的 你以后下次还会做错这个事情 你如果婚姻失败了 你说都是对方不好 你下次结婚你还会这样 如果你知道了上一次婚姻是因为我的脾气不好 那你下一次就会当心了吗 你整天说的本来不是我不好 就是他不好 我再找一个可能就好了 我告诉你 现在社会上不是这么容易的 找得到的 你们想哦 我们从小唱个歌 找啊找啊找啊找 找到一个好朋友 一直找到年纪大了 还没找到几个好朋友 那对不对啊 人生就是这样 不要去搞啊 所以中物福智 一个人悟性到了 你福气就到了 我知道了 我不能再这样坏脾气了 否则没人喜欢你的 你福气就来了 终迷或归 如果你到了最后 你还是执迷不悟 我没有错 就是他错 你祸来了 你这个人一定闯祸的 你在单位里呢 你一直说你没错呢 你看看 很快的大家都批动你了呀 很多人就是 我不会错了 我没错 你看看 最后呢 被老板开除了 或是祸来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此心能造 此心能消啊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消掉 消掉很多的业障 你不能永远去 哎呀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对不对呀 有的时候 有些人自己身上的毛病 都不知道的 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 都不知道的 任何一个人 要懂得 称是蒙火 欲是生渊 发脾气的人 你就是在烧自己呀 你想想看 你冲着人家发脾气 你不是烧人家吗 你如果没有烧到别人呢 你是不是烧自己呀 称恨的是不是呀 你说你发脾气的人 怎么能不称恨呢 不火烧人家 那你烧不到别人 人家 很多人是真的被人家烧着的 一骂你 也骂得了 对方气得了 那你把他烧着了 你这种人们就厉害 你如果这个人 嘿嘿 学佛的 你就不生气 我就不生气 最后烧谁呀 烧自己呀 对不对呀 这欲望是生渊 你这个还要 那个还要 有底吗 你说在人间 你说你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你有底吗 你们告诉我 好了还要好啊 对不对呀 公司够大了 还要大了 房子够大了 还要大了 你今天再有钱 你不就住这么一个房子吗 对不对呀 你们想想看了 所以告诉你们这个道理 就是凡夫多愈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 你可能欲望会很多 我这个也要 我那个也要 看到什么都想要 叫凡夫多愈 欲望多 克服一分欲望 你就得到多一分福气 我今天不要 无所谓 福气就来了 不跟人家争的人 谁都喜欢 跟别人争的人 谁都讨厌 我就不相信 你们喜欢跟人家争的人啊 什么都跟你们争 你们喜欢吧 是不是呀 就是这样 所以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一定要懂得 靠菩萨保佑 多念经 你看 我刚才讲了 医院堕胎 弄错孕妇 你看看 本来这个女的是来堕胎的 她把孕妇变成 人家本来是生孩子的 她把人家把孩子 堕胎堕掉了 你看看看 韩国的一家妇产科医院 弄错了患者名单 你看看 受害者第二天 血流不止才发现 胎儿没了 被她堕胎堕掉了 你们想想看 这不是跟 勿杀人一样的吗 对不对啊 所以说 有的时候真的 你说这个韩国 你看看 现在人 赌博欠了三万块钱 生夜偷租 为了还债 你看看看 偷个租 对不对啊 可怜吧 那个租 因为我属猪嘛 我非常同情她 17岁的女孩子 为了买个手机 在网上 5000块钱 价格很网友开放 你说 现在的女孩子 真的是 我在很多年 很多年以前 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 他们就告诉我说 日本的女孩子 现在开放得来 为了参加某一个明星 日本的明星的演唱会 票价很贵嘛 随随便便跟人家去 开个房 然后就为了买张票子 你想想看 现在年轻人的思维 所以为什么 不好好学佛 为什么不好好地学一点 精神上能够干净的东西 所以我们每天在烦恼 心中充满着烦恼 你们知道烦恼就是杂草啊 你烦恼过度 是不是杂草重生啊 你说说你们喜欢在公园里面 杂草重生的地方 对不对啊 他是长不出果实的 因为杂念的缠绕你的心灵 你修不出功德的 所以这个人整天小气 整天跟人家闹 你这个人修不好的 对不对啊 什么都要 什么都要 在广西啊 有一个男子在金店里边 试带金首饰 没想到老板娘转身 拿刷卡机的功夫 这个男子就 戴在手上的金首饰啊 啪啪就往外跑 老板娘赶紧报警求助 对不对啊 结果追回来之后说他 因为欠赌博欠了二三十万 他想卖了首饰还赌债 你们想想看 一个人去做了不好的事情之后 他就会有献报 献报之后 他就必须要还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省钱有哪些好方法 省钱有哪些好方法 教你们几个次吧 好吧 省钱哪些好方法 在买东西之前 记住九个字 买东西之前 你喜欢的 你需要的 你合适的 你就买 离开这九个字 你就不要买 第一 你买一样东西 你喜欢吗 第二 你需要吗 因为你有的东西 很喜欢 你不需要的呀 对不对啊 如果你喜欢 你需要 那合适不合适你呀 合适你 你就买 这个九个字 你们记住 以后可以省很多钱的 你们以后跑到商场里面去看 这东西很合适 不喜欢 你那时候很喜欢 然后接下来说呢 我不需要 你喜欢的东西不需要的多呢 对不对啦 台长经常在蛋糕店门口 很喜欢 对不对呀 需要吗 需要 最后呢 不合适 因为糖尿病 不能吃 对不对呀 所以人要懂得这些道理 所以现在的人呢 哎呀 不谈了 一个亲爸爸玩手机 把孩子弄在公交车上 司机联系 找到他爸爸 找到他妈妈 再找他爸爸 你想想看 把孩子就扔在公交车 就玩这个玩意儿啊 所以你们想想看 你们有多少人啊 整天不干活的 就整天 早上起来这样 晚上睡觉之前这样啊 这个东西 现在比你们的亲人很轻啊 这是你们的亲家 所以学佛人 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 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现在的小孩子 惊得不得了啊 现在小孩子啊 讲一个笑话 给你们听听 说家里的马桶 经常堵塞嘛 不好嘛 旧了嘛 儿子呢 就跟他妈说了 妈妈 拿我的压岁钱 换个马桶好不好啊 他妈妈说 好 谢谢孩子啊 儿子问 那么马桶 是不是算我独自的 那妈妈就说了 是啊 孩子啊 都是你出的钱 当然你独自了 然后 他就 然后他儿子就对着 刚刚训了他一顿的老爸说 老爸 以后你必须注意 对我的态度了 别忘了 有些事情 是我说了算 怎么不笑的啊 因为马桶是他的 你老爸在打我 我不给你上 你看现在的孩子还了的啊 现在的孩子啊 所以跟你们讲 人要了解自己 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我们很多人做错事情 就是不了解自己 所以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大脑控制的 控制不住了之后 才会发脾气 所以有些时候要使用 大脑以外的思维 思维是什么 菩萨啦 想到菩萨啦 是不是大脑 气得不得了的时候 脑子里充满着生气啊 这种人 我怎么能跟他过啊 脑子里大脑以外的 哎呦 观世音菩萨 哎呦 菩萨叫我们慈悲 菩萨叫我们不要发脾气 你是不是马上就可以 让你火气压下来了 你想一想就好了 很多人就是克制不住啊 我可以告诉你 一个人脾气来的时候 是很难克制住的呀 很难克制住也得克制啊 你说在这个世界上 你如果不克制 不学会忍耐的话 你什么事情能成功啊 你打工你能不克制的 你在家里做事情 你能不克制的 你养了孩子你能不克制的 你就是坐坐飞机 你都要克制的 飞机上小孩子哭你难受不了 有的时候一个孩子哭起来 哭一个晚上 你们受得了不了 受得了不了 哇哇哇哇不停的 没有办法 所以 人要懂得 不能长期的执着 长期的执着什么 我就是这样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哎我 我对的 你很长期的执着 你会害死你自己的 因为做人做事情 不能长期执着 就是我妈妈肯定对的 我爸爸肯定错的 这个事情一定是他错的 这个事情一定是他对的 没有这个事情的 都会转换的 你曾经错过 不代表他永远是错的 你曾经对过 不代表你永远是对的 就在过去 你老婆对你怎么样不好 你也要想到 可能多少年之后 我老婆会转换 都会对我特别好 你有这种思维的呀 人要懂得这些道理的呀 对不对呀 这个人不能说死脑筋啊 那死脑筋就不行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看每件事情都要顺眼 如果你每件事情 都看了不顺眼 时间一长 今天一点看了不顺眼 明天一点看了不顺眼 到了最后你就发泄了 你一发泄 你就开始倒霉了 没人喜欢你 你会倒霉 你说经常发泄的人 有好事情到他这里来吧 每一个人都在发泄啊 都可以发泄 你说谁肚子里没本气啊 有什么气好发泄的 好好的忍耐啊 那对不对啊 你说你要不开心 你坐汽车也不开心 坐火车也不开心 你买东西也不开心 你有时候去买东西 你本来先买一样东西很好看 结果一看那个营业员 长得很难看 你也不开心啊 对不对啊 要慈悲别人 一看人家长得不好看了 哎呀 多可怜啊 对不对啊 经常想哎呀 我长得还不错啊 人生就是这样啊 你经常经常要换位思考 发脾气 不能在你脑子里形成一个概念的 而我这个人脾气就很大的 很多人就是这么发脾气的 动不动就发脾气 我就这个脾气 我们这个桥界里边很多的桥林 我有很多的好朋友都是桥林 你想想看我跟他们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 在桥界里边 你看看他们有些人跟我说 卢台长 我不可以了 这个事情我就要这样的 他这样做就是不好 你要跟着我一起在会上 要讲他 他跑过来叫我在会上一起讲他 你听得懂吗 生气啊 生气啊 他气我不能气的 对不对啊 他血压高的嘞 脸红的嘞 已经七十岁了 你想想看啊 这人不能发脾气的 有一个人也是小气的不得了 对不对啊 看个病 哎呀 这个左激叫 右激叫 跟人家医生计较的不得了 气那么小的不得了 最后医生说 这个这个 他跟个护士说 医生跟护士 这个病人马上要出院了啊 你再给他打一针吧 护士说 已经出院 为什么还要给他打一针了 给他打一针正经纪了 护士说为什么 他可以出院了 为什么打正经纪啊 他说 医生说 等一会儿结账 我怕他看了价钱会受不了 发脾气了 那对不对啊 那人生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学会 学会 不排斥别人 能接受就接受别人的意见 只要人家一句话里边 比方说有百分之三十是对的 你就收他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没有一个人讲话出来全对的 没有一个人做事情出来做了全对的 你不可能的嘛 你只能接受他的百分之三十 那对不对啊 所以做人要学会这样 台长跟你们讲了 这个因为我看那个男子盗窃 陪葬手机给自己转账万元 你看看看啊 一个人死掉了 放在棺材里了 结果把一个他的手机啊 一起陪葬放在里边 结果你知道吗 他居然拿着一个陪葬的手机偷出来之后 再拿手机转账啊 转到一万多块钱 你看看现在什么样的人都有吧 就是他手机没关了 还可以拿到手机转账了 你看看现在的人 遛狗没有拴住绳子 一个英国的女子被陌生人打得来 牙齿都松掉 昏倒在地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遛狗要跟绳子的 怕咬到人家 但是呢 他没放绳子 人家就很恨 好像走来走去在边上 不喜欢狗的人很多的 你明白了吗 你们这里有很多人都不喜欢狗的吧 好像都喜欢狗一样的 你们看到狗怕的有了 你看这么多 这么多人怕狗的 对不对 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们学佛当中啊 要产生一种不理会不介意 在中阴生的众生 他们会有神通 讲到中阴生了 就是人死掉之后 还没上去也没下去 就在当中 而且是阴 就是死掉的 属阴的 叫中阴生 所以你们要学这些东西的 很多人来跟你们讲中阴生 你们听都听不懂的 很多爸爸妈妈过世之后 都在中阴生啊 中阴生他可以回家 他可以看 他脑子里一想家里 他就到了 来了之后 他看得到你们 你们看不见他的 然后他看见自己 画像挂在那里 他很难过 他就看着妻子啦 看着孩子啦 他心里很难过 但是呢 他又没办法跟你们交流 他跟你们讲话 你们听不到的 他一附上你的声 你头就痛 大家听懂了吗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道理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呢 也就是告诉你们 一个人在中阴生还算没有解脱 没有解脱什么 又没上去又没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没解脱 就靠我们念经帮他 大家听懂吗 所以有的时候 爸爸妈妈过世的时候 他很容易回来 在过去农村里 你看他做一个灵台 灵台做完之后 七七 头七 二七三七 他都会回来 回来的时候呢 他就在灵堂前面的铺 很多的 撒的那个小米呀 那个香粉呀 香灰呀 撒在地板上 你去看好了 脚印有的 回来过脚印都有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这就是灵魂 灵魂它也能生活 所以我要你们 为什么呢 要你们的灵魂干净啊 要你们灵魂也在生活 不是说很多的人 手在生活 身体在生活 灵魂没生活呀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做出来的事情 这么无理呀 这么烂啊 这么不上流啊 那对不对呀 就是因为他的脑子 没有啊 他做的事情烂呐 他根本不想别人的 所以修了好的人 灵魂好了 指挥他的身体行为 语言出来就不一样 你们学博的人出来 如果骂人的话 你这个人修不好 千万不要说 卢太党的弟子 听懂了吗 所以希望你们 要好好的努力 要改变自己 能够理解自己 知道真相 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 人要走安全的道路 安全是什么 就是不要去打坐啦 太多的打坐啦 追求神通啦 正确的学博道路 不能有一个偏差的 所以你去看 如果很多通灵的人 你老跟他接触 你去听听广播里面 去跟通灵人接触的人 很多人都被他下杠头的 听懂了吗 如果一个人整天跟鬼讲话 跟鬼打交道 你说他会不会 跟鬼一样啊 你去看 如果这个人跟你讲话 怪怪的 我不愿 不行了 听懂吗 这就在电影里面 天灵灵地灵灵 这种人来了 来了就来了 我告诉你 我看了太多了 很多人妈妈走掉了 哎呀求求你呀 我要跟我妈妈讲话呀 这个人 你给他多少多少钱 然后他就坐在你前面 放一杯水啦 然后呢 放个香炉啦 一点 他过去一点之后 马上一杯水 一喝 一下子 眼睛往上一翻 接下来 真的负到他身上来了 负到他身上来了 就他妈妈的声音 跟他讲话了 他就问 妈妈 妈妈 你为什么要死啊 不能不死啊 妈妈 你还有什么钱 藏在哪里啊 死鬼 我也拿钱啊 你就是从那个人身上 全部给他妈妈的 灵魂 负在那身上就讲 他可以打你了 他这个时候 脸下还是那个 巫婆的样 但是他讲出来的声音 就跟你妈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人家说 过去 充林人经常做这种事情 听懂吗 这种人 如果你跟他 时间长了 交朋友了 慢慢你身上就 负负上去 所以很多人 回到家里 如果你感到家里 今天好像冷 瘦瘦的 情况很不好 好像有点 好像有灵性 好像有人在 你要当心了 你千万赶紧 烧小房子 你不要跟他讲话 有的人胆子很大的 我不怕 我就跟他讲话 你在我们家里干嘛 过一会儿 就来了 我告诉你啊 吃饭的时候 你骂好了 你一骂灵性 马上鱼刺就 卡在你喉咙里 叫你脖子 马上就紧追就不行了 让你脚扭一下 全部都是他们搞的 你试试看 我看了太多了 所以希望你们 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 不要去追求 否则你会有偏差的 你说有一个人 脑子坏坏的 跟你们叫朋友 一开口就说 哎呦你这个人身上 哎呦你那个人身上 他身上一定有的 听懂吗 所以这个人如果冲着你说 你身上有啊 你身上有那种样子啊 你听得懂吗 吓人了 吓人了 要跟他去搞 所以修菩提心 就是要修出离心 出离心就无所谓了 什么都可以讲 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不能做坏事 不能讲坏话 对不对啊 那你做人就是这样 你想想看 现在 现在你看看 这个世界 真的怪得不得了 说美国有个女司机 酒驾超速 被捕之后 人家 法官问他了 上法庭的问他 啊 你为什么 要 喝酒 驾驶啊 你知道他回答什么 我长得太漂亮了 不适合坐牢 他讲啊 他讲的太漂亮了 不适合坐牢 结果没想到 这个法官 居然同意了这个看法 啊 还保住了驾照 不仅不给他坐牢啊 最后罚了187美元 啊 参加酒精安全课程 和24小时的社区服务 你看看看 什么样的人都会有 这个世界 树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啊 你看小伙子 放音响 搅乱广场舞 你知道那些大妈 在广场上跳舞啊 嗯恰 嗯恰 这小伙子讨厌的 就放 嗯啊嗯啊 那种音响 很响 结果没想到啊 这个大妈 拿着砖头追她 打她 你看看 你们记住了 能够跳广场舞的妈妈 没有点本事 她不敢到广场上去了 对不对啊 啊 所以啊 跟你们说了 真的啊 就现在很多男人也是的 讲话真是很有窍门的 那也 他说有一个年轻 一个小伙子 跟他朋友喝酒 那这朋友都说 小李怕老婆 啊 大家吃饭的时候 说这个人最怕老婆了 他不 他不自身啊 结果朋友问他 哎 你到底怕不怕老婆啊 你倒讲句话呢 他就不讲 结果人家逼得他急了 他就说 堂堂男子汉 怎么能说我自己怕老婆呢 你们真没出息 我告诉你们吧 我不怕老婆 是老婆不怕我 现在你们要记住 学佛修心之后 人千万要预防自己的忧郁症 因为一百个人当中 至少有三个人是忧郁症 这是少的老 这是少的老 为什么呢 全球有三亿五千人患忧郁症 占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三 而且高发其实二十岁到六十岁 忧郁啊 你看我们小时候无忧无虑的 我们现在真的很大的负担呢 所以告诉大家 其实情绪要学会控制 一个人如果控制好自己情绪 那种感情 那种情感的反应 你能够soft一点 不要把它压抑 你可能就忧郁症就好了 很多人就喜欢压抑自己的情绪啊 那么我不是叫你们 不压不住去跟人家吵啊 对不对啊 你可以找朋友谈啊 聊啊 对不对啊 可以自己出去看看商场啦 去自己找些朋友走走路啊 示范一下 精神压力 生活挫折 痛苦的境遇 生老病死 天灾人火 都会产生忧郁的 所以忧郁症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 是你自己把这些不好的负能量 全部放在心中 释放不出去 时间长了 忧郁症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要懂得 懂得自己心理能够调控 能够控制他的 我告诉你们很多人 不生忧郁症就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你以为靠医生的 想通了 没有忧郁了 医生大不了听你讲啊 你讲完了觉得舒服了 我是心理辅导员 我就知道 我听你讲 只是你一种释放 要帮你解决问题的 你想不通 要跟你讲的呀 对不对啊 很多人跟我讲 他老公怎么不好 怎么不好的时候 我说你看看看 你过去谈的几个男朋友 你看看 哪几个比你老公好的了 他还在我边前想半天啊 其实这种事情想都不要想的 我告诉你 这种事情 任何人都有缺点 都有优点 不可能完全好的 不可能的 所以你们看谁都要抱着 看人家优点 不要去看人家缺点的心态 那你看这个人 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好呀 你就经常看见 哎呦这个死老头子 其实他人还是蛮好的 就是有时候懒一点 算了 我欠他 我多做一点吧 你看装装灯啊 修修马桶啊 他倒是挺卖力的 你是不是马上就转换概念了 对不对啊 我就希望你们用这种 把人家都看好的观点 不要看人家毛病 来看我 所以 这个人呢 修菩提心就要处理 人间的烦恼 其实烦恼 是没人可以逼着你 有烦的 越想越烦 越烦越要想 越烦了越想不通 越想不通越要烦 你到最后就是忧郁症了 有什么好烦的 过去的事情多着狠的 对不对啊 我前几天理一些资料 理出来我大概30岁的时候 那张照片 32不要33 这一看 不认识了 这哪个明星啊 你感觉好一点就好了嘛 你做人就是这样的呀 哪有我 失去的就没了 对不对啦 你们从现在能够看到我过去的吗 所以台党跟大家讲的都是真话 希望大家呢 真的要懂得一个道理 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们做人要相信别人 心里不能扭曲 能够多为人家好 多帮助别人 多学会吃亏 台长跟你们讲过 一个人人生能够成功的人 能够过得了很多坎儿的人 要学会吃两样东西 第一要学会吃苦 第二要学会吃亏 你们看看很多女孩子就不喜欢吃亏 你最后就是吃亏 很多男人在单位里不喜欢吃亏 最后就是吃亏 你多做点事情会死的 对不对呀 你已经跟他在一起了 你大家互相帮助一下嘛 有的时候要正行善法呀 正行善法就是说 用心里的正能量来帮助别人 善的法是什么 多帮助别人 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还是对你好 我告诉你 他不舍得离开你的 你动不动跟他吵 你动不动跟他闹 早点晚点 他会跑掉的 所以你就对他好 有什么呢 吃亏 包括很多方面 包括感情吃亏 吃了又怎么样呢 就对你好一点 怎么样呢 你嫁都嫁给他了 取也取得他了 吃点亏嘛 就是也是自己人吃亏啊 对不对呀 上海人有句话啦 叫叫叫 撒进不撒出啊 港都啊 港都也是 港进不港出的啊 对不对呀 那有什么事 有什么关系啦 做什么事情 都是要这样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 这个世界要改变 人家很难的 说有个媳妇呢 经常跟老公吵架 很横的啦 他呢 发了一条连接给他 给他老公 说标题是 生活中夫妻的争吵 真的都是老公的错吗 深度好闻 不容错过 结果他老公一看 哎呀 好开心啊 你看 我老婆终于能够理解 男人的不容易了 平时 争争吵吵 都是为其小事 女人非常容易情绪化 有时候 哎呀 这个老婆也蛮可爱的啊 你看看 他今天发了一个 真的都是老公错吗 而且家里 他其实照顾的也蛮好的呀 思想波动了很久 点开连接 正文只有两个字 是的 你说你要教一个女人 改变观点 很难的 你最好的方法是 自己改变 我告诉你们 在人间 你改变不了领导的 只有你顺着领导 领导才喜欢你 你在家里 要改变爸爸妈妈的观点 改不了的 你只有顺着爸爸妈妈 你才能得到他们的赞赏 你在学校里 你要叫老师改变 不可能的 只有你想去改变老师啊 可能吗 那对不对啊 只有自己去改变 所以聪明的人 完全是自己改变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字 道 这个字是道 道 这个道 道路的道 道 我上次没跟你们讲 这个字呢 就是说很有道理的 你们想想看 这个道路的道是有一个走字底 对不对啊 一个走吧 道路是走的吧 手要的手字 手 要的走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一生的道路 要自己走出来的 首先要自己走的 才叫道路的道 你今天自己不想走 虽然你的理念很重要 对不对啊 但是你不肯自己走 你再好的理念 再好的信仰 你都迈不开腿 你不靠自己走 你等于灵 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 不要去听 听别人讲 自己好好的走你的路吧 每一个人都要靠自己走出来的 听别人讲都没用的 好 那么 讲一个 讲一个笑话 讲一个笑话呢 里边呢 也有一点意思 就是要你们动动脑筋的 说有个飞行员的新兵训练 飞行员 训兵训练 那么新兵呢 跑到舱门口呢 没有一个敢往下跳的 没敢往下跳 那么这时候呢 教练的脸色非常难看 那么丢脸吧 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 这么多人一个都不往下跑 非常难看 这时候呢 看见有一个人在偷笑 那个教练呢 很生气啊 你们一个个都不往下跳 还有一个人还在偷笑 他一不开心啊 一脚 笑什么啊 啪一下就把他踢下去 把这个人踢下去 这个时候 等到这个人踢下去之后 一个个跟了下饺子一样的 全部跳下去了 教练纳闷了 拉住最后一个 刚才让你们跳都不跳 怎么踹下去一个 你们都跳了 你们想想看为什么 想不出来吧 你们肯定想不出来 刚刚跳都不跳 为什么踢下去一个 全部都跳了呢 因为这个新兵回答他说 教练你也赶紧跳吧 你刚才把机掌踢下去了 再来一个好吧 你们现在看看 现在的孩子到底谁 治理谁 有一个心理医生 治理一个心理不正常的小孩 治理心理不正常小孩子 有一天呢 这个小孩子就来了 这小孩子呢 来看心理医生 就哭了就说 我要吃蚯蚓 我要吃蚯蚓 要命的神经病 心理不正常 要吃蚯蚓 医生听了之后就说 孩子啊 你为什么要吃蚯蚓啊 因为那是面条 那是面条 那么不正常啊 那为了找出这个小孩子 心理不正常的原因 那医生呢 就叫护士呢 到外面花园里呢 去挖了两条蚯蚓回来 医生说了 哎呀蚯蚓来了 蚯蚓来了 你吃啊你吃啊 就看看他 他心理不正常吧 小孩子 不要不要 我要油炸的 医生心想 这个小孩 怎么这么怪的 这心理出什么大毛病了 为了找出他心理偏差的原因 他就叫护士 将蚯蚓去油炸了 油炸 炸好了之后呢 这个护士呢 端着盘子进来给医生 医生就拿着这个盘子呢 跟小孩说 医生说 来 吃吧 吃吧 他要治他吧 吃吧吃吧 小孩子说 我只要吃一条 另外一条 我要医生吃 医生心想 管他呢 我先骗他 吃了再说 看他是真的 忧郁症 还是假的 那个心里有问题 小孩子又接着说 医生要先吃 我才吃 我才吃 这下医生头大了 医生说了 为了救这个小孩子了 我倒要看看他心里 到底是怎么想的 只好因医生 硬着头皮啊 将其中一条蚯蚓 吃了 吃完之后 突然小孩子嚎啕大哭 边哭边说 你把我要吃的那一条蚯蚓吃了 我不要吃了 你说说 谁那么神经病啊 谁心里不正常啊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都不要以为 现在小孩子好弄 我告诉你 从刚刚的马桶到 后面的蚯蚓 都说明现在的孩子很难弄的 所以我们学博人啊 台长跟你们讲了 就是要能够看开这个世界 儿孙只有儿孙仆 好好地尽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他们 然后呢 自己好好的 能够引导他们 很多孩子的心里不健康 都是父母引起的 所以很多的哲学家都说 孩子的心里有问题 就是代表着父母亲心里有问题 父母亲心里没问题 孩子不会的 就是在不健康的土壤里成长 它很容易长出 不健康的种子出来 听懂了吗 所以希望你们吵架 不要多吵 不要烂骂 不要夫妻相互接牢底啦 不要当着孩子面去做什么事情 这样你会害孩子的 这是下一代啊 很重要的 这是心灵法门的下一代 你们好好照顾啊 好了 今天呢 这个 讲了也差不多了 今天讲的差不多了 那么 这个 还要听一个笑话不啦 再讲一个好不好 这个是他的弟弟嘛 他说嫂子啊 他说他的嫂子今天清理衣柜的旧衣物当中 无意当中呢 发现了他哥哥藏着私房钱 他哥哥跟他嫂子嘛 他嫂子无意当中呢 就发现他哥哥的私房钱 当场就没收了 他的哥哥呢 一脸黑 坐在沙发上生闷气 就不忘 就是还不忘的向他边上的爸爸抱怨 跟他爸爸说了 都怪你说什么有几十年的经验 越危险的地方 藏得越安全 你看这项没了吧 他跟他这个爸爸讲 结果啊 正在看电视的 他的妈妈 若有所误 突然之间 奔回房间 关上房门 一会儿就听见房间里 翻箱倒柜的声音了 没办法 没办法 听不懂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